By going on Amazon business, all of a sudden small businesses are on an equal playing field 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 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我们继续在每周二周四中午的1点15分到1点45分 继续跨境马拉当阿米天天看 我们继续我们的500亿跨境电商扶持计划里面 对于跨境电商创业者的一个专访 这个人欠了我这个专访,欠了有两年 我们最近有很多朋友来还专访的 欢迎我们现在叫星空优品的海外负责人薛庚伟 好久不见 大家好,大家好 阿米哥 如果大家对我的朋友圈有一点印象 可能在过去这两年时间隔那么一年就会看到这个胖子 还真是蛮规律的 隔一年他换一家公司了 他就会出现在我办公室来美其民约是汇报 实际呢是来我这榨取我的这个宝贵的脑汁 这是来星空优品 又是个新的开始吗 我记得你之前是在最近出了很多风波的 什么球什么够了 怎么又去到一个新的项目 这项目是干嘛的 新闻优品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希望去做一件事 就是立足于一个行业 这行业就是儿童玩具 文化创意的一个行业 然后呢去做出一些很棒 变革性的一些产品 然后呢 把好的一个产品 把好的一个供应商 好的一个营销体系 都纳入到我们的整个这个新红优品 STARPONI的这个品牌下 然后呢给 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 全球的一个玩家 全球的一个用户 去带来好的一个产品 带来好的一个创意 带来好的一个体验的 这样的一个品牌 品牌的一个形象 主要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大部分人跟我说品牌的时候 我第一个问题 你们凭什么做品牌 品牌STARPONI对我 这个名字起得挺好的 星空优品 听上去就像小敏优品 更为呢 本身是从国内这个移动互联网 做营销做流量 做海外这块是非常专家了 也是很资深了 到从后面 到某球某购 负责海外这个营销 我相信你在营销这块的 这个专业度了 凭什么你们能做产品 凭什么你们能做这个全球的这个玩具 以及整个生态的东西 就因为你帅吗 这个其实也跟我们的基因有点关系 那我们星空优品呢 其实现在 也可以说了 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股东爸爸 就是现在全国最大的一个玩具厂商 灵动创想 本身就是在灵动的一个 灵动来说 本身就在那个玩具 儿童教育 文化创意这个领域 然后深耕了几十年 无论是产品的一个设计能力 还是供应链的一个管理能力 还是IP的一个打造能力上 这一块都是不仅是全国了 哪怕全球都是领先水平的 那这个是我们有这一块的一个背景 包括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股东 然后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关系商 那这个是我们一个产品力的一个保障 那我们做品牌这一块来说 我们的一个逻辑永远不是 不是大家听到的品牌这个玩法 就我们所谓的一个品牌 更多的是值根于优秀的一个产品力 优秀的一个产品 有创意的产品 有话题的好玩的 有趣的 有传播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来去做更多的品效合一的 这样的一个营销体系搭建这个事情 而不仅仅是 好了今天很重要很重要一个词是品效合一 什么叫品效合一 这个你一来就给我抛一些 我已经没转过来的品效合一 哪个效 为什么品效合一 品效合一在矿情出口点上海外里面 品牌产品卖家为什么那么重要 品效合一这个可能我们在移动互联网推广的时候 我们会经常用到这个词 就品是什么 品就branding 品牌广告 效果广告 对吧 其实包括以前我们在做 这个营销做推广的一个时候 我们也会把品牌和效果分开 我们会认为branding是branding的一个事情 所以会有很多是 比如说CPT 或CPM 这种的一种广告的一个积费的一个模式 效果更多 就是为效果服务 为效果买单 CPS CPC 等等这种 其实当时我们也是会认为这是天然分离的 对 但是我们其实这几年来说 特别是内容的一个出现 我们从我们做移动互联网我们很敏感 17年开始 内容大爆发 国内的内容大爆发 然后海外也是内容大爆发 内容的一个出现 更多的一种创意的一些 产生内容的一些 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 还是一些小的一种 就我们家KOL 是吧 然后这种的一个出现 然后呢 让我们发现 其实 它对于销售来说 对销售来说 它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个拉动作用的 所以国内不是现在很火的什么 那个网红带货 然后这样的一些事情 包括海外 其实也有KOL 这销售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发现 这些的一个模式下呢 很 就你基于内容 你基于优秀的一个产品力的 这种 营销方式的一个推 这个营销体系的一个搭建 它其实本身具备的是 首先我们最直观的 它一定是对应的一个效果 对 我从这一刻的一个内容 或者是我们这个网红 我这个渠道 产生了多少的一个销量 这是很直观的 无论是第三平台还是资源站 还是anyway所有的一个 包括甚至二六点上 也很直观的 但同样的 大家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我不仅留下 我不仅是一个销售的一个过程 我同样的是一个 一个品牌内容搭建的一个过程 你会发现 OK 比如我用我们品效合一的 去做这样的事情 比如我在Facebook推广 我在Facebook推广之后 我是用了一只 有一些很优质的一个内容 然后去描述这个产品 去阐述这个产品 去构建对应的一个产品的一个 品牌形象 对应的一个使用场景等等 anyway 你会发现 其实用户同样的也会去搜索 他会去匹配 对 他会去匹配 他去匹配 最后大家会发现 OK 我从一个地方 我从A地方 看到一个好的一个产品 第一步出达用户 然后呢 但我可能看着 这个产品 这个品牌 我好像没怎么听过 或好像有听过一两次 所以我也不确定 所以他每一年要来 我才刷一次脸 所以保持足够的数字痕迹 数字痕迹 然后呢 是 然后 你有发现 他从各种的一个渠道 去 去关注这个产品 关注这个品牌的时候 他得到的 信息 是很密集 很正向的 比如说 我搜索 这个玩具 这个 阿米 阿米兽的一个 一个 一个玩具 这不是first的 蚂蚁轻浮的 哈哈哈哈 sorry啊 挺可爱的 然后那可能他是在Facebook 或者说是 或者说他就在Amazon里面去看到他的一个销售 那他会去搜索 就发现 第一条 那个某网红 开箱视频 第二条 某测评网站 的一个 对这个产品的一个介绍 对这个品牌的一个介绍 第三条 某大型的一个 DUCE站 对 的一个 推荐 对 等等 所以你会发现 大家会有一种 很直观的一种印象 就是 这个产品是好的 这产品是有口碑的 这产品是值得信赖的 嗯 那他 能够带来销量的同时 能够带来品牌的一个积累 这是我们品销合一的 我怎么听起来 你们整一个所谓的品销合一 是跟我们在做的这个 内容营销 是非常的相近 嗯 事实上我们是这样看的 内容营销 它其实是品销合一的 一个渠道 之一 之一 对 内容营销这一块来说 但得看 内容营销 它其实是一种手段 嗯 但具体的是 你给这个内容营销的这个内容 赋予了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它是导向品牌的 对 还是品牌转化的 对 其实 营销 营销来说 你永远就会 就是两个词 一个是营 一个是销 对 那你究竟是仅仅仅是为了销 还是你是一个营的过程 还是说你营跟销结合的一个过程 这个大家有点被他要进去了 营销营销先营造了这个氛围 然后创造销售的这种欲望 对 跟这种冲动 然后并触发它购买 那这个就是营销 内容营销呢 就是一方面有做品营的营销 对吧 也有是为了转化的营销 对 那品效合一是把这两个呢 能够并行 而且协同 对 互相呼应 形成了既有横向的广度 也有纵向的深度 而且在不同的节点 去有纵向的深度 没错 这个还是可以的 而且这里面会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这个内容的那个 露出的一个评刺 和这种信息密度 对 你可能很难 就比如说我 这个事情得坚持去做 或持续去做 那比如说我 我才是这个 蚂蚁金服 蚂蚁金服的玩具 万一公司 OK 蚂蚁金服的一个产品来说 那你可能如果是 比如一个SKU 或一个系列 一个品牌 你只通过A渠道搜索 B渠道Facebook C渠道YouTube Inz等等这些渠道 你发现有的有 有的没有 内容也很杂乱无渣 那这个信息密度 其实还是比较弱的 如果用我们比较形象的话 就形成不了势能 它是一个零散的碎片 对 是的 继续 是的 所以评销合一的这个渠道 它我觉得更多的 它是一个体系的一个建设 然后是从 无论是你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创作 你的创意的一个创作 你的一个触达用户的一个渠道 的一个渠道矩阵的一个搭建 到你的一个Landing Page 到你的 其实到后面的一个 售后体系的一个搭建 这一块 它其实是 必须是 第一 信息的密度足够 第二 始终如一 你不是我看到的这些东西 在事实上Landing Page 不一样 没法接住这个梗 没法接住这个场景 没法接住这个产品所表现出来的 这个特性 或者说是利点 对 那这个事情最终的一个效果也不会好